在四川广云的黄泽寺是可以看到千年前 武则天的容貌長什麼樣 她到底是不是美女呢 武则天她是中國唯一的女皇帝 這個字的手段是非常過硬 廣源在以前也古成立州 因為武则天的父親曾經在這裡駐官 相傳武则天也是在這裡的寺廟所出生 所以武则天和這裡的緣分是非常大 在後來他發達之後 將自己的容貌做成佛像 讓別人所參拜 就是放在這個地方 我們如今也是通過這尊佛像可以看到 千年前武则天她是長什麼樣子 作為皇帝所迷戀的女人呢 我們肯定會感覺會長得非常的漂亮 但是我們現在眼前所看到並沒有那麼美麗 因為這尊樹像它所塑造於是武则天年老時的樣子 並不是為年輕時期 雖然會看起來並沒有那麼驚艷 再加上後來 他這個金箔是由後文所貼上去的 但是貼上去之後 比之前是更加顯得蒼老起來 在唐高中還活著的時候 這武则天雖然沒有成敵 但是權力也是很大 很多事情都是由他所決定 所以當時是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是二聖同朝 同時禮政 在武则天時期也是出現了很多能臣概例 就是因為他是女主串權 所以在正史當中他的名聲是很差 但是他在神協定 他在神協定